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都说啊,历史的轮回是一个圈,你在这头就能忘到那头。 这句话也被用在很多的场景里,比如说,一个婴儿的骄傲是不尿床, 而一个老朽的骄傲也是不尿床。 人的这一生从起点走向终点,来和去都如风,赤条条的什么都带不走。 所以啊,终其一生,大部分时间是在瞎折腾。 就好比今天的北京,被漫天黄沙淹没,一打开窗帘以为自己到了黄土高原, 刚想唱两嗓子山丹丹开花红艳艳,却让回忆迷了眼,又被沙子锁了喉。 要说啊,北京的沙尘暴其实并不陌生,春天正好赶上开学,那是红领巾与黄沙齐飞, 多少小朋友都是吃着沙子长大的。 那时候政府就说啊,这沙尘暴是因为咱们乱砍乱伐,所以造成了水土流失荒漠化, 咱们植树造林就再也没有封沙了。 这么多年过去,这沙尘天确实也少了,而原来吃沙的小朋友也终于长大了,开始吃土了。 但是今天这一场旋风,是把老百姓都带回那个灰暗的年代,心里都琢磨着,这好日子是不是结束了。 盯着窗外的黄沙,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多少有些戏谑,甭管多少艳阳高照的日子, 但凡枪的沙子,那就是过不去的坎儿。 都说啊,这社会主义的天是晴朗的天,可没人告诉你,这晴朗是真的还是吹的。 这不嘛,前两天有着天下第一村之称的江苏华西村出事儿了。 这个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赫赫有名的旗帜是一夜之间防倒污塌, 村民冒着雨,排队取钱是打死不投了。 怎么回事儿呢,原来这个华西村有个华西集团,村里的老百姓都给这个集团打工。 原来说好了,你交钱入股,分红30%。 一个投资了20万的村民前两天要用钱,钱去兑付, 本来说好的6万利息变成了100元,跌到了0.5%。 这回去一说,其他人都村了,这不玩赖吗? 老百姓一了解,这公司欠了400亿外债,账上却只有70亿,资不抵债是要完蛋。 老百姓索性就冒雨广场排队等着取钱,不打算跟着破船沉了。 哼,你看看这事儿,发生在中国是一点儿不稀奇啊。 官方一直宣传华西村是千般好,万般优,从1989年开始就家家户户住洋楼,出门开车不用走,百姓看病不花钱,人人都是大富翁。 华西村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完美体现,这些年是接受了多少懵懂少年的致敬和朝拜啊。 那局外人一提,都是满眼羡慕,结果现在可倒好,是人民起义,内部倒戈,戳破了所谓优越性的谎言,是火大的汤圆露了馅儿了。 华西村刚扛社会主义大旗的时候,也做了面子工程,让老百姓过了几天好日子。 当时的村党委书记吴仁宝,仔细的考虑了一下华西村的地理优势,耕地一共600多亩,太少。 靠农业吃饭是治不了腹,索性干工厂吧,于是开始做起了钢铁厂、纺织厂,把农民变成工人。 你还别说,人家都埋头种地的时候,还真让这华西村一尸独秀了,实现了村民共同富裕。 老书记吴仁宝,不满足一全村笨小康,还想搞中国经济共同体,于是着手打造华西旅游, 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看到,华西人生活的有多好。 于是跟着村民商量,集团公司控股人是由党组织来做,但是老百姓可以彰显个人建树,拿钱入股,年底分红。 这样把大家放在一条船上,每个人都会对利益上心。 你还别说,这村民一使劲,还真让华西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了市, 也让所有拥有股权的村民们一个个成了富翁。 但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,叫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 华西村民的好日子没过几年,就到了转折点,老书记吴仁宝退居二线, 接班的是谁呢?也不是外人,是人家吴仁宝的四儿子吴贤恩。 挺奇怪哈,一个村庄在党的监督下,居然顺利搞起了紫城副业的事儿。 你说说,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?那眼红、内斗、篡权夺敌的桥段都去哪儿了? 都说啊,创业苦,守夜难,开开倒车最简单,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, 越来越多的村子也走起了工厂、旅游的路,这华西村就渐渐显得无路可走,失去了竞争力。 这红二代吴贤恩也挺努力,不想这华西村的招牌砸在自己手里, 是积极折腾,涉足金融、互联网、物流、移动阅读等诸多行业。 他自己说啊,我们到云南开采大理石,到重庆湖北建商城,到美国搞芊片开发, 到波斯湾做海洋工程,呵,有点上天秦月下海捉鳖的意思了啊。 但是奈何文化程度太低,理想抱负又太高,这一落差就让华西集团啪击摔在了地上。 资产负债率报表不说,因为不明白,所以是投啥赔啥。 这些年里唯一升职的,就是为了逃彩头要牛市而打造的一头纯金的大金牛, 这还是因为金价上涨带来的意外收获。 除此之外啊,这老书记吴仁宝安排的也挺全面,不仅让自己的儿子接了班, 什么七大姑、八大姨也都顺利的进入了华西集团吃官饭。 而随着加入挤兑的百姓越来越多,华西村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开, 一个破碎的谎言呈现在大家面前,原来在华西生活的人分成了三等, 最富裕的是吴家人,村民其次,而底层是外来打工者。 在工厂里工作的村民们没有节假日,除了春节两天假期外, 周六日都要上班,没有娱乐休闲,没有酒吧歌厅,人们的生活除了上班,就是下班。 喇叭里循环播放着歌曲,歌词是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,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。 外出要请假,想使用自己古金里的钱,得向党组织提交申请, 因此每户村民被强制储蓄的存款都在百万。 别墅、车、看着光鲜,其实都是村里的产权,但是买车建房的钱是从你账户里扣的。 要走,可以,车、房、钱都会被村里回收。 华西人不出门旅游,因为没有时间,而书记吴贤恩早就帮他们建好了仿造的世界地标, 凯旋门、长城、故宫应有尽有,如果不是偶尔擦肩而过的人说着当地话,你或许会以为到了朝鲜。 怪不得有人称啊,华西村确实是共产主义理念的一面旗帜。 村民们人民公社干过,大锅饭吃过,免费医疗教育也享受过,过过人上人的日子, 也因为优异的物质基础被他人羡慕,可到了最后还是摆脱不了被共产的命运。 挥一挥一袖,留不下一片云彩。 开头说啊,这人一生在瞎折腾,华西村的村民们为了眼前比别人多出来的千八百块钱,放弃了自由,做了华西的奴隶, 可到最后6万块的利息变了百元,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而华西村也从声名显赫到现在的一地鸡毛,这个社会主义自己搞的实验田,也说明了, 只见集体,不见个人,只有家长意愿,没有个人理想的共产思维是个死胡同。 靠忽悠和个人崇拜成不了事儿,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华西村是个骗局, 这共产主义的大旗还能插向何处呢? 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